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日出東方 不敗 遙遠的東方 不敗 那遙遠的東方不敗 現在就出現在眼前 我出來怎麼還有人睡著 你看 我應該是很熱鬧的 話都說成這樣了 大家掌聲還不吹了去 讓怎麼歡迎本回主角張青芳 看看這身不亞於演唱會的華麗穿搭 大東方不敗的日常生活 也要維持了時尚不敗的品格 白色紳士禮貌 搭配珍珠項鍊 外加長版披草背心 再淋上一家愛馬仕 這身雍龍華貴的裝扮 除了現世阿芳姐強大的氣場 也暗示姐的口袋補容消去 阿姆哥 到底是什麼場合 能讓張青芳榮重登場咧 標籍 記者大大已經打聽到了 原來是因為張青芳的朋友 在四個月前生了一場病 好在經過治療後回復狀況良好 如此整份人心的好消息 當然要準備狂歡 不然要幹嘛 於是乎大家在飯店訂了一個包廂 幫朋友舉辦慶祝重生的小派對 這不是壞事吧 雖然姐妹們的聚會好happy 不過擅長時間一到 張青芳就像灰姑娘一樣 準時離開飯店 畢竟家裡還有一名男子 能讓張青芳更happy 是誰有如此大的魅力 不要急 這點記者大大也已經打聽到囉 這位神秘男子 就是他十五歲的小兒子 據瞭解小兒子最近兩個禮拜 都住在張青芳家 LM Deal 就是那間位在台北市信義區 甲值4億元 打到400坪的聯合大魚 豪宅有一半的區域 是專門為兩個兒子打造 阿芳姐尊重也疼愛他們 小兒子的房間風格 就是心肝寶貝喜好的日式style來裝潢 龜心思見的張青芳 搭上要價269萬元起的 黑冰市一兩百轉車離開 張青芳回家的timing 剛好正下著雨 司機只好以緩慢的車速前進 約抹晚上六點多 轉車才終於抵達聯合大魚豪宅 張青芳的私下日常 就到這邊搞一段落 接著就要公布張青芳的上工日了 陳正川向一平表示 今年上半年非常有機會 看到張青芳在小巨蛋開唱喔 也就是說想要親眼見證東方不敗的魅力 以及沉醉在結的歌聲的粉粉們 現在開始可以準備coco 還有訓練搶票手術了唷 準備大薄爾夫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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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